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上乾坤 回誓言字 无人闻 一阵荒凉 几缕缘魂 雨滴吹来 心事沉 白首共鸣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雨滴吹来 心事沉 白首共鸣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是小刘先生吗 是 你一个人吗 对 小茶狐和少爷出去办事了 刚刚少爷说了 这几天他很忙 我听到了 你现在能过来跟我说说话吗 是 太太 你 你没事吧 怎么 你怕我出事吗 太太 你 你真的没事吧 是不是我这样好好地跟你说话 你觉得不习惯 非要我说疯话 傻话 才可以吗 我不敢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大男人身边 会戴这样的手去 我 我姐姐的 你上次解释过了 你有个心疼你的好姐姐 真好 你坐吧 不 我不敢 不敢做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下人吗 那我呢 那我更卑劫 我就是一个囚徒 是一个奴隶 不 您千万别这么说呀 难道不是事实吗 太太 你需要什么 也许我能帮你 我要是能有你这样的弟弟 就好了 太太在我眼里就像天线一样 我愿意做太太的弟弟 真的 真的 这个 你拿着 好 我收下 今后太太需要什么 我一定能帮你办到 你姐姐 喜欢荷花吗 她为了挣钱给我做学费 有时候要忍辱偷生 但是她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 所以她随身带着这块荷花手帕 意思是出于你而不染 太太 你姐姐比我强 我不配做你的姐姐 太太 不 姐 你千万别这么说 您也是出于你而不染的 我也有开手帕 上面也绣着荷花 送给你吧 我从来没见过对下人这么好 这么坦诚的太太 我一定要帮你 我也一定能帮你的 好 高老板 深名大义啊 真是年轻人中的豪杰啊 由你主持玉兰瓷庄 势必会红红火火 超过令尊当年的风采 那是指日可待啊 陈老板客气了 其实我们现在玉兰已经顺应昌战行的潮流 那么以后还请陈老板和令兄多多关照啊 我们现在是结成同盟了 应该是彼此关照啊 那我先在这谢过 不客气 好 那我告辞了 慢走 走 太太怎么样 这个太太在屋里休息 应该还好 还好吧 她一个下午都在楼上吗 这个 我不清楚 我没有进去 不过午饭是吃了的 吃了的 你跟我说话结结巴巴干什么 你照顾太太很累吗 不累不累 这是我的本分 我的本分 来 太太一个人下床居然没人照顾 刘医生 啊 安安是个哑巴 她要忙不过来 你就得帮她忙 如果太太有什么闪失 那就是你的责任知道吗 是 是 秋衍 这不单单是帮你们这么简单 陈孝和他们明明知道中山先生在搞军校 还这样扩张商团武装 真的是很气人 如果你发现什么不对的情况 要及时通知我 谢谢你 丹妮姐 对了 以后 经校要是有什么经费或者物资方面的需要 请你尽管跟青云说 秋衍 你是个聪明的姑娘 特别是在吴先生的辅佐之下 你一定能够在广州商界起到表率的作用 谢谢丹妮姐 可是 我总觉得 我自己做不了什么呢 上次那个小茶壶呢 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呀 别提他了 我看他就是像吴叔叔说的那样 根本就靠不住 听你的意思好像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没有 我说的是真的 我知道吴叔叔是好人 像小茶壶那样的人 他只是个外人 我分得清好歹的 喝酒 请不吴 你今天你来不尽管 凌晨 喝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小时候我们经常来的地方 以后啊 我会让坤叔多去看望你们的 有什么事呢 我一定会去的 也可以让他捎话给我们 欢迎不欢迎啊 欢迎啊 喂 当坤叔什么 保镖啊 你怎么来了 刚才我跟丘焰还提到你呢 是吧 说我呢 是你想我呢 还是你啊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想你啊 像那种信誓旦旦 翻脸就不认人的人 我都想不起来他是谁了 喂 我答应过你什么了 我只是答应过你 给你提供一些消息而已啊 我问你 那天高云飞陷害我跟吴叔叔 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们 喂 这点凉信 那天我在照顾萧小姐 他们出去了什么都没告诉我 哎 怎么了 你们拼命了 哦 哪天多亏待你姐在呢 难怪吴叔叔说你靠不住 关键时候就是派不上用场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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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我欠你个人情吧 哎 不过我提醒你啊 我只会帮你们提供消息 顺水推舟 这一切都建立在 你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之上 除此之外 我是不会帮着你们去害高云飞的 呦 你还挺仗义的嘛 那当然 男人就该这样 我看你小子 就一糊涂蛋 嗯 我赞成 昆叔叔 你干嘛说我呀 真是的 我特地拿酒来看你的 好酒啊 你小子 本质还是不错的 可是跟高云飞站一边 不是站错队了吧 嗯 你这事儿 你得好好和解和解 高佳人怎么了 走 找个地方 昆叔跟你好好说说 哦 好 昆叔 好好教导教导这臭小子 看他教的是什么兄弟啊 回头别想我 你 就是这么回事 原来是这样啊 我以前听别人说过一些 零零星星的 可是听你这么一说 我全明白了 但这都是伤被人的恩恩怨怨了 和高云飞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高云飞做事 可是阴阳怪气的 跟他死去的那个爹呀 一模一样 我怕你跟着他助纣为虐 没什么好结果 哎呀 别说什么高佳少爷了 我呢 是想跟你学武功的 这么瞧得起昆叔 哎呀 当然啦 嗯 喝了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什么地方 宝之林 站住 站住 救命啊 阿球 别跑 救命啊 喂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你就陪本少爷过夜吧 你们班主都已经把钱给收了 小长虎 你是干嘛的 关系什么事 我告诉你 我是 保 宝之林 我还没说完呢 我还没进宝之林呢 哇 宝之林的牌子那么响亮 小长虎 啊 怎么了 你怎么会在这 哎呀 我还想问你呢 你不是从凉了吗 怎么混到这个地步了 我 我跟着乐曲班子 没想到生意不好 老板有黑心 收了别人的钱 就把我卖了 哦 小长虎 班主要是知道我得罪了客人 回去非把我打死不可 我已经没地方去了 我知道你亲好 小长虎 你千万别抛下我不管啊 求你了 哎呀 小长虎 哎呀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啊 又出难题了 啊 该怎么办呢 小长虎 你也太过分了吧你 我有没说过不要把陌生人带到新宅来 我看你真得让我大哥好好修理修理 哦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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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少爷你就不用操心了 哎呀 我已经找到师父了 哎呀 少爷你就别生气 你别凶了嘛 我知道你对阿娇好 这样吧 你虽然娶了媳妇对不对 再多个丫鬟伺候你多好啊 小长虎 你喝了多少酒 你胆子那么大 乱说话呀 哎呀 这怎么好心没好报呢 干嘛 于非少爷 你救救我吧 救救我吧 阿娇 你不要跪着 起来说话 于非少爷不收留我的话 我就不起来 二少爷 这简直就是人间惨剧 把他收下吧 你不要多嘴 哦 阿娇 如果让你伺候人 你觉得委屈吗 不委屈 阿娇的一切都是少爷给的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不会觉得委屈 好 我收下你 谢谢 谢谢 阿娇 见过太太 太太您好 这是安安 太太的贴身丫鬟 以后你多帮帮她 让她轻松一点 医生啊 你在这儿本来就不方便 以后啊 你把这里的一切事情交给阿娇 你在外面打点就可以了 是少爷 是 紫云 你还记得阿娇吗 她很不错 人很细心 肯定会把你照顾好 阿娇 以后扶太太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如果她使不上力 你就扶她一把 是老爷 我都知道了 那我出去了 那我出去了 坤叔 你来了 快进来 坐吧坐吧 我说啊 你有什么事啊 坤叔啊 我想问你 您的那个师兄姜月 没留下什么后人吧 没有 这个蓝水的二当家 罗音开的瓷庄 叫青云 可他遇刺身亡之后呢 这买卖就交给他女儿了 那人你认识啊 叫罗秋燕 辅佐他的是那个 吴月白 请坐 请坐 吴先生 我父亲 在中国的时候 染上了烟瘾 回国没多久 他就去世了 父亲生前 他很惦记江先生 然后他还经常提到 江先生的助手 罗先生 非常的精明能干 可惜 我们这次来 这两位都已经 亚历山大先生 没想到我们还有这样的渊源啊 是啊 亚历山大先生 我问你 你是怎么得罪了云南那个杨斯林啊 你知道我跟我一个白鹅的朋友在云南 我们相信了一个风水先生的话就在河道上开矿 可是我们不知道 那个河道的下游正好是杨斯林他们家的祖坟 那杨斯林就说 我们坏了他们家的风水 然后就 原来是这样啊 是这样 那你还算幸运呢 我看现在都已经到了正午了 不如我们边吃边聊 吴先生 请原谅我冒昧的问一句 当年江先生遇难的时候 罗先生不在广州吗 罗也是受江先生的委托 在兰水掌管公司所有的进出口事物 事物非常繁忙 再加上那个时候信息不通 所以江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江先生 过世之前没留下什么重要的东西 要说留下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什么东西 你知道在哪里 那会儿高家杀江家的时候 人都已经杀光了 估计家当也都抢了过去 现在 玉兰瓷庄之所以会这么大 有一半都是青云的 这有道理 如果亚历山大先生很感兴趣的话 不如就去问高家 向左转 向后 转 上去 在陈老板面前我可是搬门弄斧啊 谦虚了 这才几天啊 能把这些没受过训练的人搞成这个样子 足见大少爷至君有方啊 陈老板都这么夸你了 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哪里哪里 能对得起阿弟你的信任 管好这他人就不错了 可就是呢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呀 还是武器不够 所以武器的事情还得您多帮忙 是啊 现在是不缺人手不缺斗志 就是武器是个问题啊 军政府查得很紧 我现在也是束手无策呀 看来廖省长对陈会长不够放心呢 好 你是世界上最纯净最美丽的 我不会让你受欺负的 一定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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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谢谢你 心里还惦记着姐姐 我要带你走 带你出去 我要不救你 我还算男人吗 武器的这件事情你拎紧一点 我看姓陈的在敷衍你 姓陈的要发展武装商团 要壮大他 所以呢引起了上面的注意 这就叫树大招锋 这一点我们也要吸取教训 既要扩大自己的实力 还不能让人家枪打出头鸟 可是最起码的武器还是要有的 罗家那可不是你一捏的 只有对罗家战友绝对优势 始终站在上风头 你可千万记住 他们还有滇军的背景 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 你觉得如果我们从东江那里 动点脑筋搞点武器怎么样 陈炯明 他可是孙中山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个贤可冒得太大了 和他打交道千万要小心了 何况广州一役 他元气大伤 可能比我们更需要武器 你说的也是 不过我们就当多一条路 走走看吧 你可要小心那个交际花 我看他看你的眼神斜得很 阿弟 你真有女人缘 你是嫉妒了吧 其实他对任何人都一样 要不然怎么叫交际花呢 和女人较劲 跟我们在生意场上 尔虞我诈是一个道理 我知道 对了阿弟 听说小茶狐要跟我练练 他人呢 听说你要跟他练 早就跑了 说要跟谁去学什么武艺 随便他去吧 我知道 你喜欢他聪明 可是呢 聪明就有鬼 我觉得这个人鬼得很 到底是自家兄弟 我很感谢你 但是我想呢 我付出多少 就能够得到多少 这是一个道理 查内奸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已经做了周密安排 已经铺开了 从目前来看 内奸不止守仓库那三个 还有曹师辱他们 但至于到底是谁 我还得查 只要查出谁是内奸 马上动手 如果那个小茶狐是内奸 小茶狐 也一样干掉他 小茶狐 他们好厉害啊 师叔 师叔 师父 怎么说的 师父说了 人可以留下 就让他平时跟着我们练 练习一下就行了 但师父最近身体不好 还是请您操控代代他吧 好的 等等 我问你 师父身体怎么样 师父年纪大了 难免有些不舒服 就是些小毛病而已 师叔 您就放心吧 你回去告诉师父医生 就说我阿坤 会处理好保持林的一切 还有 我戒酒了 好 走 干嘛 换衣服 练武去 哇 来了 高老板 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 我怎么能把于小姐给忘了呢 我们还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我还要跟你做生意呢 今天我来就是要讨教一下生意厂上一点小事情 这次是找我做黄金的还是做大烟呢 我可警告你现在军政府查得可言了 查得再严能查到你于小姐身上吗 而且我做的买卖只有你敢做 不会是找我贩卖人口吧 我要枪 你疯了 在广州问东江来的人买枪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况且陈司令自己还缺枪呢 那就是说还有于小姐办不到的事 那要看你拿什么来换呢 我倒想知道你于小姐想要什么 师兄 练我真的这么无聊啊 你刚练一下午啊 这就无聊了 那你干脆回家抱女人去吧 我说说而已嘛 师叔 小炸虎 马步扎得不错嘛 我以为你倒回家了 好嘞 紧住 师叔 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刚才他一直还喊着无聊呢 说归说练归练嘛 还练呢 你看你的腿都打飘了 还练呢 练什么呀 打飘 我站得高 风大把我吹的 你不信啊 你给我块砖 压压我 肯定不会打飘的 来 来 拿着 真来啊 使劲 这边 往下 往下 对 舒服 我看你还真没骗我 去练武功了 哎呀 人争一张脸 树争一张皮呀 我堂堂七屎的二儿 当然要有一击之长在身上 要不然怎么能够出人投递呀 岳飞少爷 少爷 少爷 外面有个外国人说要见你 说是从大少爷那儿要的地址找来的 阿娇 你要跟我说什么 没事 没什么 没有吗 没有事 先生 这是我们老板 少爷 这位是亚历山大先生 幸会幸会 我早就听说玉兰瓷庄在广州是威风八面 不过没想到高老板竟然如此的年轻 真的是年少有危 我还真没想到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哪里哪里 我们玉兰堂从来不跟外国人做买卖 不知道亚历山大先生到我府上有何贵干了 哦 高先生 您别误会 我今天来不是要跟你做生意的 因为家父十几年前在广州跟您的父亲有过一段交往 我是带家父来叙叙旧的 哦 原来还是故人之交 好啊 请 请 谢谢 不好意思 云飞出道较晚 也没听父亲说过和外国人有什么生意来往 我其实也是在家父去世前 他原原本本说给我听后我才知道 原来令尊也已经过世了 您的父亲也 嗯 那看来我们真的是通病相恋 听说当年您的父亲和我父亲相识的时候 令尊刚刚从保纸里满尸 出来找合作伙伴 他们就一起走德化去景德镇 还去过香港 我说到这个 不得不提一个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叫江岳 亚历山的先生 恕我直言 后来我们高家和江家是有些过节 这个江湖上有很多传闻 这个人我们还是不要提了吧 哦 原来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 那么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什么都做 但是主要是贸易 贸易 亚历山的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那人身体不太好 不然可以留你在这吃个饭 不用不用 我还是不打扰你们吃饭了 我改天去慈庄拜访你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 刘医生 送客 是 少爷 先生 请 喂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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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来了个洋人啊 我也不知道 他说以前曾是玉兰堂的客户 我看他神神叨叨的好奇怪啊 我看他这样子可能想借这个名友和玉兰堂做做生意赚点钱 吃饭吧 阿嬌 雷先生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你知道 太太对我就像对亲弟弟一样 他身体不好 心情也不好 有的时候需要我陪着聊聊 你要是遇到了 可千万别误会啊 是是是 我不会乱嚼舌头的 我每次去太太那里都是先请示的 很好 那这个你拿着去买些果子吃 谢谢刘先生 您真大方 小事 以后你做事机灵一点 我会经常照顾你的 听说你跟少爷以前就认识了 阿嬌 阿嬌出身低渐 无聊的时候 明非少爷 不 应该叫老爷了 叫我吹吹曲子而已 那好 你去忙吧 嗯 原来你躲在这儿练呢 怪不得吃饭的时候见不着你啊 你还真够刻苦的啊 没办法 我命没你们好 你们在练童子功的时候啊 我还在给那些少爷小姐端茶送水呢 麻烦 给我换个大的 好 换一个 停 小沙虎 虎叔 虎囊囊 怎么了 功夫不是一天练成的 好好歇歇吧 虎叔 今天师兄教了我一套拳法 很厉害的 我打给你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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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个认识吗 中国的现状 国民什么 喂 我小沙虎不识几个字的 你让我看这个 还是让我练功吧 昆叔也不懂 可军校用功的孩子都读这个书 我看啊 你也应该看看书 明白道理 掌能力 开开眼界 不能做井中之蛙嘛 监忠 阿娇 你要跟我说什么话又不敢说是吗 没有啊 阿娇你胆子太大了 你现在连我也敢骗啊你 阿娇不敢 我实在是不敢说 阿娇 我还一直想问你一件事 当时我要带着紫云走 你说你过生日把我叫到洪秀昭 但那天晚上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 你得告诉我 那件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 说 把你知道的一字一句都告诉我 一个字都没漏 你从头说了 我从高云飞的随从那里打听到 高云飞跟陈孝和索要枪支 陈孝和没有答应 高云飞急于靠自己的渠道武装商团 他的商团即便没有武装就足够让人担忧的 如果真的武装起来的话 我怕我们到时候 秋月 我们还有滇军吗 大不了我们再花点钱 还有军校那边 滇军现在是军心涣散 军校只有一批学生 空有一枪的热血 连这武器都没有 恐怕等他们赶过来 我们都被打烂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阻止他们拿到这批枪 给我一把枪 给我一把枪行吗 你说什么 给我一把枪 我帮你们杀了高云飞 真的 你真的敢下手 我敢 好枪 好极了 阿布 师爷 等一下 枪 我一定会给的 告诉我 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要 我只要一笔安家费 杀了高云飞 我就无怨无悔了 两百块大洋 怎么样 我给你五百 你刚才跟我说的 全都是真的 无犯师 我刚才又是有一句假话 被雷呼呼屁死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哦 这是一个朋友 托付暂时让我保管的 本来是些大洋 我特意去钱庄兑换了 好放血 但是姐 你要有什么急用 随时可以取的 我这个朋友 几年内是不会拿回去的 你怎么能那么说呢 人家是信任你 你能贪这个笑吗 时候不早了 我走了 怎么了 姐 你要当心身体啊 我这不是挺好吗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几天不见 突然觉得姐姐好像瘦了很多 是吗 但愿是我的错去 对了姐 我这里有一块手帕 麻烦你替我保管一下好吗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给我的 老代在身边 总怕丢了 怎么也有一朵荷花啊 是啊 和姐姐你一样的纯洁 也一样的可怜 你这段时间有心事啊 没有啊 可能是做事累了些吧 像咱们这种出身地下的人 能看你读书出来 找一个好东家赚那么多钱 那是福分 可是姐也劝你 如果在里面受了什么委屈了 或是实在受不了 那咱们可以不干 不要委屈自己啊 我知道了 没事的 没事的 姐你多心了 我过几天再来看你 走了 是小刘先生吗 太太是我 我把鸟笼刚刷完 你找小刘先生有事啊 哦 我是让小刘先生 帮我买一些纸跟笔 我准备练字呢 我想她平时经常接触文房四宝 自然知道什么地方买得好 哎 哎 太太 你气色好多了 哦 好事好些了 只是还有些隐隐的痛 我是怕云飞担心 所以没有说 你不生她的气了 我 哎呀呀呀呀呀呀 你们小两口的事儿 我一个小茶壶多什么嘴啊 小茶壶 你真是个好人 嗯 明飞纵有万怪佳财 一抵不上你这个好朋友 哎呀太太太太 我呀你太太就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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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 海草依旧 那一年 淡了相仇 灿路透 今生的邂逅 要说从头欲欲欢休 那一杯 恩怨情愁 那一杯 散发干酒 等不及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都苦睡难受 仿佛下的海棠依旧 到不尽的树苑情愁 要说从头 不睡难受 你的黑发 黑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黑不到我的白头 黑不到我的白头 黑不到你的白头 你会想到你